两名中国籍留学生遭枪杀悲剧的事件 震惊了南加州的华人社区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 今天除了派出官员到现场了解情况 也发表声明 呼吁向方配合受害人家属处理善后 让事件得到妥善的解决 至于案件的最新进展 落实警局发言人今天接受了本台的专访 表示警方正努力地搜集线索 希望能够尽快地破案 至于引发枪手杀击的原因 警方推测 由于枪击案发生在凌晨 为警方寻找目击者带来一定难度 案发地点周围 是否有监视录影 记录下事发当时的情况 警方说 这起枪击案也引起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的高度重视 中领馆今天派出教育参赞 陈准明等两名领馆官员到现场了解情况 中领馆也就此事件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 请校方还有警方配合中领馆 以及配合即将到来的那个资者家属来处理善后 中领馆将召集中国籍的留学生 还会安抚学生们的情绪 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同时中领馆还将尊处 美方警方尽快要查此案 也尽快作案凶手 以便把这个事情尽快的彻底清楚地解决 18台新闻全程蓬红奇迹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